再来跟各位讲个故事 在过去曾经有一个皇帝 想要来整修在京城里面的一座寺庙 所以他派人去找这些记忆操寻的这些设计师 希望能够将这间的寺庙 整修得美丽又庄严 最后有两组人马被找来了 其中有一组乃是京城里面最有名的工匠跟画师 另外一组却是只有几个和尚 皇帝他没有办法决定 到底要用哪一组人员呢 于是他就决定了给他们一个机会 实验了一个机会来做一个比较 皇帝要求这两组人员 先去整修一间小寺庙 面对面的一间小寺庙 等到三天之后再来做一个验收 结果这些有名的工匠跟画师们 就跟皇帝要了好几百种的颜料 又要求了非常多的工具 可是让皇帝非常奇怪的是 这些和尚们居然只要一些的抹布跟水桶 这些简单的清洁工具 等到三天过去了 皇帝来验收两组人员所装修寺庙的结果 他首先到这些有名的工匠 他们所装饰的这些寺庙去看一下 哇 真的是美罗美奂 他们用非常多鲜艳的颜料 非常精巧的手艺将这个寺庙 装修得五颜六色 皇帝非常满意地点点头 接着皇帝回过头来走到对面 看看和尚们所整修的寺庙 他这一看之下当场愣住了 原来和尚们所整修的寺庙 竟然没有在新涂上任何的颜料 他们只是把所有的墙壁 桌椅 窗户等等 都擦拭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寺庙当中所有的物名 都显出了他们原来的颜色 而且他们那种光泽的表面 就像镜子一般 光明无暇地反射出了 外在所有的这些色彩 天边 多边的云彩 随风摇曳的树影 甚至是对面五颜六色的寺庙 通通都变成了和尚们整修的 这座寺庙的美丽色彩的一部分 而这座寺庙只是宁静地 接受了这一切 当然皇帝被这庄严的寺庙 深深感动了 大家说最后皇帝会选择谁呢 当然不言而喻了 其实我们的心就像是 这一座的寺庙 我们并不需要用各种精巧的装饰 来美化我们的心灵 我们需要的只是让我们内在 原来的美光明无暇地显现出来 就可以了 所以存三念会日照明 天地无时圣佛幼灵 如果我们每天只是祈祷上帝 能够赐福 或是遇到有急事的时候 才来抱佛脚 那是没有用的 也太过于迷信 只要我们能够实时存着善念 多做善事 逛街善缘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人 自然而然能够逢凶化吉 欲难成祥 圣佛的恩德 并不是教我们要能够逃避 而幸免 乃是要引导所有的善修者 能够度过难关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一生当中 没有任何的考验风险 但是却能够引导善信们 能够稳稳地到达彼岸 所以各位 我们猛心质问 对于上帝的意志 我们是否能够顺承 能够不违背吗 如此自然就可以知道 我们是否真正地接受到了 圣佛的慈悲了 发善心 薄厚可亲 今天我们能够发挥 人性当中的小心 人心 一切的作为都能够以礼为出发 必然能够使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如此来成就一个大同的世界 假如每一个人 都能够真正地来实践这些美德在社会当中 那么这个社会将是可爱 可亲的 又怎么会充斥所谓的杀法跟暴力之气呢 尤其各宗 各教都已经开启了精神生活的大门 让人有了衣归 以及终极至善的一种希望 它让人能够振作起来 能够去行善 也给予天下众生安慰跟支持 所以能够透过宗教的情操 让人可以体验在生活当中的知足喜悦 从而在生活当中能够去体验出种种的美 开启在生活当中的远见跟智慧 培养每一个人的善心 能够引发善良的行动 如此能够来成就光明圆满的人生 所以宗教的本质上乃是以爱为基础 以善为依规 所以用来建立人跟人当中的友善关系 培养人类的高尚人格 这也是维系社会优良风气 进而达成世界大同的一种和平境界 所以任何的宗教 不管它的形态如何 是一神教也好 多神教也好 它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达到 儒家所讲的自予以至善 在《礼记》《礼韵篇》里面有提到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物心之德也 实为别生批设而生者也 故圣人作者必以天地为本 莫子也讲到 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 上下与天地同流 尤其中国人的作人 并不是只是为了生活而已 作人归在能够遵循道本 追溯天命 来领略宇宙当中 创造精神的伟大气象 来显出这样 薄厚高明的真性情来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顶天立地的完人 要来摄取宇宙当中的生命 来充实自我的生命 进而能够推广自我的生命 活力 来增进宇宙的生命 所以在这样的生命之流当中 我们的人生 才能够跟宇宙交相和谐 共同创造 参战天地之化育 这就是中华民族 最可贵的生命的一种精神 所以要有远大的理想跟报复 想要成就大事 必须先要立定志向 立志就像是鸿湖彭鸟 可以遨游在无边的天际 如同齐聚良局 这样的毫码 可以奔驰千里之源 更要有圣贤人能当中的志向 用这样的德性 来教化天下百姓 以及用现活菩萨的慈悲心智 来普渡三朝众生 我们要用悟道的心 来立定志向 用修身养性 来崇高我们的志向 以勤学不带来辅助我们的志向 用精力不拔的心来横持志向 不因外境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心智 不因遭遇困难亨利而来丧失我们的志向 时时刻刻都能够存着慈悲喜舍的心 用博爱的胸襟 以及能够海纳百川这样的寒氧气量 才能够真正的做到高明与博后 最后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跟天地合起德性 跟日月一样的同齐光辉 跟世纪春夏秋冬合起时序 人和众生合起善缘 如此大道的传承 才真正的能够承担担任起来 讲善于人风提振 得到赞美 相信是你我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也是我们活力的泉源 工作的推动力 有时候别人一句不经意的赞美 可以让我们眉飞涉舞